啊 好辣 我要死掉了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一鸣 最近我收到了一个好朋友给我的挑战 他想让我在云南的玉龙雪山 挑战吃全世界最辣的米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玉龙雪山就在我身后 看到没有 白白的 做干就干 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我发现我们过来玉龙雪山来得太晚了 来不及上山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能不能拍到玉龙雪山的制造金山 这太阳好晒啊 移交隧道自然型的感觉太爽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收拾东西 准备上山完成我们的挑战 哇 好爽啊 第一次坐缆车 这边拍照真好看 不过 有点遗憾 我没有买到玉龙雪山的大索道票 所以只能选择毛牛平的中索道了 但是让我没有选到的是 这个毛牛平的索道也好长啊 好轻易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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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啊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挑战吧 这个是我们带上来的米线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 这个米线生的怎么吃啊 我考虑到如果我们从山下 在现成煮好的米粉上来的话 带上来都已经坨了 为了感受到最正宗的米粉 制作的方法我就准备用这个自开锅的夹热包 把这个自开锅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换成我们的米粉 放到里面煮就OK了 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死亡辣件 如果我们把这个调料加入我们的米粉里面的话 它绝对是全世界最辣的米粉 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OK 我们的米线完全煮熟了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把这个死亡辣件全部给它倒进去 来咯 哇 好欠人啊 这么多够多了吧 来我们搅拌一下 哇 闻到味道都已经在焚泌口水了 先喝口烫一下 好辣 而且我嘴巴我嘴巴都裂开了 然后碰到辣椒 我要死掉了 来吧 残痛不如短痛 说之外 它如果没有那么辣 是在电脑吃的 感觉要喷火了 好辣 好辣 吃完了 最后再来口汤吧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挑战 鼻涕了 鼻涕出来了 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成就 我要先处理一下 我要先解一下蜡 大家先看一下风景 好疼啊 肚子啊 我们从山上下来了 现在是5点半 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肚子里面好像还有一档火在烧 没错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下山 走走停停 真的好痛啊 肚子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历 所以我决定 要不我们 下个事情 再换个地方 做不同的挑战吧 去哪里做什么 欢迎弹幕评论告诉一名 拜拜 回家喽 累死了我先